今天我们提一个人名 王庭坚 他是书画家 也是诗人 上学的时候我们读过他的这个 诗背过 很有名 我们就特别提出来 按道理我们传道是 不想提名的 不应该提名 所谓是 佛不问性 道不言受 英雄不问出处 但是我们 把它提出来 就因为现代社会 是 太缺乏这种精神的领袖榜样了 所以我们把它 凸显出来 就像古人 特别的 把自己写的东西 为了好的真 为了千古留名 就灌输到名人的身上 就这个力量 他 不是一个人 你 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 大家的力量 就是为了更好的记 更好的去理解 这个的 事迹 领会他的精神 拜英雄 拜伟人 是拜他的丰功伟绩 拜神 是他这一生的精神 作用 做了什么 才值得我们这样 按道理 我们是应该 说这些 无名英雄 他们 默默的 在背后 更应该让我们知道 现在人 没人想知道 也没人 能 记住了 所以说出来 也没用 就把这些 多多少少 有点名气的 提一提 那他这个官当的呢 也比较大 有名 也比较显赫 一时 一世 然后 他就是干 怎么去叫啊 就是每天给妈妈 刷这个马桶 就是一件事情 没日 没夜 可见呢 他妈妈是病了 我们学古人的东西 一定要 跟得上 你就上去了 跟不上 你就不理解 甚至说 吓到 往不好的方面 去想 说他妈妈 人不行 他自然是 皮肤掏棉裤 必然有缘故 可见 他妈妈肯定是 身体不好 甚至说 不能自理 那 这个 俗话说 酒病 床前 无孝子 人 这个病 时间长了 日久见人心 什么是真正的孝子 就是 你能不能笑 到最后 那个 该管论定 才算数 那 当然了 我们 等到病了 什么时候 都比较紧急了 确实很痛苦 一般人 也是挑战 你的这个 考验 极限 尽量不要这样 能做到提前 预防 中医讲 治胃病 治在病之前 预防为主 现在也 在这个思路 在调整 所以说 亚健康 等等 这种词 就提出来 那 除此之外 这个消道系列 我们 明天还有一节课 我们把一些重点 先说出来 怕 以后讲完 据说 你看他 官 能做到这么大 是不是跟孝 有关系呢 我们俗 与讲 这个孝顺 孝 就顺了 但是 这个孝顺 指的是 心理顺 不是表面上的 那表面上的呢 我们要尊敬 孝敬 就好了 那 真正 哪怕是 一些特别 冲突的情况下 实在没办法 发生了 那个言语上的 不顺 但是 其实我对他 内心是尊敬的 主要讲的是内心 都是内心 其实这些词都没问题 包括所有外在的 这些都是表现 我们借助他 工具而已 甚至说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看怎么去用他 怎么去理解他 那顺就容易误解 说你什么都要听父母的 父母一什么都对吗 跟着时代应变了吗 是吧 这一些 以后 我